一九八零年爆發的車諾比核災 震撼全球 如今這個被視為核災代名詞的地點 有了新的任務 烏克蘭日前公布一座 未在車諾比的核燃料儲存設施 目前已經在測試的階段 起用後將負責存放使用過的核燃料 渴望不必再花大錢 請鄰國處理核廢料 烏克蘭的核能處理 出現新的曙光 未在車諾比的一座集中式 用過核子燃料儲存設施 首都在媒體前曝光 未來將被用來存放使用過的核燃料 這代表未來烏克蘭將不必 每年花費兩億美元 最終恐高達十七億美元的巨額費用 去委託俄羅斯運輸和處理用過的核子燃料 建設主要技術 來自美國霍爾泰克國際能源公司 烏克蘭以上該公司 購入九十座主存桶存放核燃料 整體驗用的部署 全新的建設計 進入兩億美元 內部再次推進入兩億美元 後來自二億美元 我們自身為進入 全新的補助 公司 我們會進入新的新的建築物 要想建立新的建築物 來自新的建築物 只要為新的建築物 但他們未必須為 安裝備用的 旁邊的廁製造 這部的建築物 這部的建築物 在這部份 曾在一九八六年發生嚴重核災的車諾比 如今將成為存放核燃料的地點 格外具有意義 目前設施還在測試階段 未來啟用後將有烏克蘭軍隊助手 嚴格控管人員出入 公視新聞 林孝如編譯